带动中台湾与日本之间的交流 中部三线市首长近日在日本拼观光 为了争取民谷屋往返台中的固定航班 台湾市长林佳龙也专程拜会民谷屋市长何村龙芝 期待双方能够缔结姐妹事 而互动的时候何村龙芝比出二的手势 表示曾经落选两次 而市长林佳龙也回比一样的动作 表示自己也一样 而对于相同的选举际遇直呼好巧 为了争取民谷屋往返台中的固定航班 台中市长林佳龙专程拜会民谷屋市长何村龙芝 期望两室能够缔结为姐妹事 双方进行观光文化社会住宅等产业交流 台中市长林佳龙送上半首礼和一本他著作的 《佳龙带你游台中》 民谷屋市长何村龙芝看到林佳龙骑脚踏车的封面 表示自己选举时也是骑脚踏车 并且比出二的手势 表示曾落选两次 选得很辛苦 林佳龙也回比说自己也一样 两人搭肩大笑 对于相同际遇直呼好巧 何村龙芝还互相安慰两人为落难两次兄弟 搭起台日有缘的兄弟情仪 林佳龙表示台湾千全岗国际机场台中航空站 和日本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两者可以中中对接 将成为台湾中部七线市观光联盟 和日本中部九线深龙道观光联盟扩大合作的关键 也邀请何村龙芝到台中来参访 双方能以建立姐妹市为目标 为两地开发新商机 记者李靖阳 陈昭安 日本采访报道